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Online Deep Learning常见的一个背景 就是在通常在搜索推讯广告场景中啊 就是特别是一些像CTR的模型 通常它这个因为CTR模型或者CVR模型本身 就是为了给用户更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结果搜索 或者推荐或者广告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些结果呢 其实之前的一些这个大家常见的一些这个CTR模型的更新 通常是这个天级别的模型更新 那天级别的模型更新相当于说我的样本 会每天产生在这个比如说某一个时间点 然后会去做一些这个特征工程 大数据的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会产生这些样本之后 开始这种离线的这种天级别的训练 那天级别训练产生的模型呢 然后再补述上线 那实际上这种天级别模型的更新是大家应该是大部分场景中是常用的 那在天级别模型更新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会和这个实时的这种用户兴趣 以及像新商品的下架呀 以及这个商家的一些行为 或者广告主的行为 它实际上中间有个比较大的gap 那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实时的用户行为 比如说用户看到了某些 或者是前面看到了某些东西 然后自己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行为会有些影响 包括用户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在短视频领域里面大家常见的 就是用户可能突然看到某个视频之后 那其实这个时候用户可能就想再多看一些相关的视频 或者相关的一些视频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种这个如果是你这个天级别的模型更新 那自然而然你这个在刚刚说的这个场景里面 你这个模型是无法体体现出 也无法给用户推荐 刚刚说的这种相关的那些视频的 这也就是说催生了 就是这种天级别模型更新的 并不能在这个模型效果上 并不能特别好的满足实时的用户兴趣 或者新商品下架上架这些这些特别实时的一些变化 当然在一些比如像双11这种场景中 那这个像实时的用户兴趣 这块的影响对于模型效果的影响会更大 那这个呢就是整个一个ODL的一个架构 主要分为几个阶段 一个是特征工程阶段 一个是离线的training 在线的online的training 还有这个serving 这就是整个架构 那后面呢我会每个阶段呢 分别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这个阶段里面的使用的一些关键的技术 那首先呢 其实online new learning 其实在我们构建的整个这个方案中呢 其实是基于这个 一套的这个各个开源的一些项目 然后去构建出来的 那从这个这个开源项目里面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是像Fling 卡夫卡 阿度 其实这些都是这个APA其中 也有的一些开源项目 那后面呢分别是这个AFLOW和DPRAC 那DPRAC就是我们今天可能重点会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阿里巴巴开源的一个 针对搜索推荐广告的一个深入学习引擎 那DPRAC中呢 其实我们针对这个搜索推荐广告呢 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工作 这里呢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DPRAC中主要有四方面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在稀疏功能方面 比如说Embedding这边的功能 支持了非常多的 从这个在一些阿里内部的核心的业务场景中 积累的一些Embedding功能 这些功能呢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给业务带来一些效果的提升 特别是在这个像动态谈性特征啊 频率的这种动态谈性维多啊 这些功能 其次呢在训练性能上面 DPRAC针对搜索推广这些场景的模型 进行非常多的这个优化 从分布式上面 包括这种分布式大超大规模的这种义务训练 还有这种像超大屋门义务训练的话 可能就扩展到几千个worker的规模 然后针对这种GPU的同步系列框架 然后包括半同步系列框架啊 其实都有的 此外呢在这个Runtime这边呢 DPRAC中有这个包括像这个 有实现自己的内存分配器 显存分配器 然后以及自己的调度执行引擎 像现有的这个执行引擎的话 是基于这个Cost Model和这个 关键路径的这种调度 当然后面我们会增加更多的 包括Static的这种静态调度 包括更复杂的一些调度策略 此外呢在这个DPRAC中 帮我针对的这种 西书场景的这种图优化也是非常多的 当然这里包含一些像像 这种自动的流水线 然后自动的图卸分 自动的图替换 那还有一些这种特有的这种 包括这种用户有测特征的一些打包 这种结构化的特征 那此外呢在编译油画方面呢 其实DPRAC中支持了包括像这个 BladeDisk也是Pi开源的一款 支持动态Shape的Compiler 那此外呢就是 在算子优化有非常多的工作 因为那个西书模型 它本身的很多算子 其实是比较 只在这个西书 西书场景里可能就是应用的最广的 而且它本身有些 OP也是 应该说是对数据量 对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它在其他场景模型里 可能用处也是非常少 那在这个场景里 其实DPRAC中对这些西书的算子 进行了非常多的优化 此外在Serving上呢 其实DPRAC中包括支持这种 多级的这种混合的Embedding 以及就是针对Serving场景的这种 Runtime的一些优化 此外DPRAC针对了这个 在部署和这个Online Deep Learning中 也就是这个ODL中 其实DPRAC是天然和ODL进行了一个对接 然后包括支持ODL向这个增量模型的导致和加载 那对于这种搜推广常见的这种超大模型 比如说TB级别或者10TB级别的模型 那ODL这边的上线频率 比如要求到秒级别的一个上线的话 对于已有的一些开源的这种框架 肯定是不能支持的 就是我希望一个模型 可能10秒钟上线一次 或者是1分钟上线一次 那一个1TB的一个模型 它从它产出可能就是几十分钟 那上线再加载 那可能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这些都是DPRAC本身 针对ODL开发的一些能力 那DPRAC本身呢 它是基于这个Tensflow构建的一个 针对搜推广的一个深度区域引擎 在这个阿里内部呢 从这个各个核心的业务方场景中 进行的多年的打磨 并且在阿里已经是一个统一的 这个稀疏的一个引擎 应用在大家熟知的一个各个业务中 那下面呢 我分别会介绍一下 ODL的一个各个阶段 以及各个阶段中 和一些各个开源的产品的结合 首先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这个特征工程阶段 那从这个用户的这些行为事件呢 采集到的这些用户行为事件 那处理的过程呢 其实是通过Flink的来进行处理 包括特征的一些预处理 特征的生长 那特征生长阶段 大家常见的 就比如说一些统计类特征的生长 一些行为类特征的生长 那生成特征之后呢 一方面呢 会用于下一阶段的一个叫 样本的生长 那这个阶段呢 会去 就基于这个算法工程师的一个配置 然后去将不同的特征进行 基于配置来去选择 生成到这个样本中 这里涉及到可能很多Join的需求 此外呢 此外呢 特征生长之后呢 同样会进入这个Facial Store 那Facial Store的目的其实一方面呢 会被用于这个在线的使用的需求 也就是用户的实时的行为 是反馈到后面的一些在线的请求上面去的 可能就是需要只及时的反馈到 这个在线的一些请求上 那在这个特征工程阶段呢 其实这个有一些关键的一些点 首先呢 就是在这个特征工程阶段 有这种像特征的修复 特征的修复的话 其实大家常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曝光之后 一次曝光里面 一次曝光页里面 那其实它在这个回流回这个 这个Flink的时候 其实有些的 有些本身的这个对应的样本的打标 其实是没有去回流回来的 这个打标没有回流回来 其实跟业务工程的特点是有关系的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购买一件商品的时候 像CVR场景里我要购买是吧 那其实我是 一次曝光诊识完之后呢 其实我是看到这个 点进去这个商品一届之后 然后我去看看 有可能看看评论 有可能看看各种描述 然后呢 我可能还思考一会儿 然后再去点购买 是吧 甚至点购买 我还要付款 那这个过程可能就是几分钟过去 或者十几分钟过去 那十几分钟之后 那真正这个被购买的这个Label 才会说 我这个商品是被购买的 并且这个商品这个Label 才回流到这个像Flink这边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在实时训练里边 或者说在样本生成的时候 已经其实在当时这个曝光页 回流这个样本的回流这些特征的时候 已经给它打上了个标的话 那其实这个标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有问题的标如果进入后面的这个训练的话 那自然而然对于训练会产生一个效果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一些购买的一些行为 那其实它的正样本还是比较少 非常珍贵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是需要做非常 一个是在这个特征工程阶段 特别是这个 特别是在Flink阶段 可能是需要有些窗口的设置 此外呢 在训练阶段 同样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来解决这种特征的这个修复的问题 那其次呢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样本这个replay 那replay的话 其实就是针对了这种模型开发者 希望就是 当我这个做 使用了不同的这个 生成了不同的这些基于特征 基于不同的特征组合出来 这个样本的话 那我实际上这个时候是需要 去基于这个feature story的样本 feature story的特征 然后去重新生成一些样本 因为这个这里呢 就是可能就是对于 模型开发者来讲 他们配置不同的这个特征的一些实验 需要这种replay的需求 那下面的阶段就是online training offline training的阶段 从这个图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两条 从这个前面特征工程流过来的两条线 那这两条线分别是这个 从flink通过卡付卡 第一个上面的话就是online training 通过卡付卡 那online training呢 它实际上它的数据源是来自于这种消息堆裂卡付卡 那这个online training 它其实是不停的从卡付卡里读这个样本 那如果卡付卡可以空的话 那它仍然是等在这里 一直等到这个 其实是一个没有停止的一个training online的一直training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里呢 其实下面这条线就是一个offline training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常见的一个daily的offline training的一个图 从这个图里其实大家可以 很多人可能会有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ODL这个场景里边 还是需要这个offline training 为什么不能一直用offline training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些这个 业务的一个需要 那这里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因为online training本身的样本呢 它实际上是实时的进到了这个里面 然后也是有时序性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是每个时间点 哪个比如说新来的一些数据 其实它们都是有各种的时间点 而且这些样本 一是它没有经过suffle 它具有一些特别典型的一个 和时间相关的一个状态 它并不能体现的一个全天 就像offline training通常做法 就是我会有这种全天数据的一个suffle 那但是online这边呢 是没有这种suffle的概念的 此外呢 就是说online training呢 它本身特别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label延迟的问题 因为即使有设施上窗口这种方式 以及在这个training阶段一个补偿 仍然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 有可能有些这个漏掉 有些这个正样本 就是因为这个前面说到的这个 这个窗口的不够 或者说这个打标延迟的问题 然后就漏掉了 那漏掉之后自然而然对于这个模型的效果 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是需要offline training这边 然后去做一些纠正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offline training 是每天的天际域的offline training 需要去来去把这个online training 进行了一个calibration的 那这里呢online training的几个特点 就是第一个就是像使用卡夫卡的 这个this set 然后会一直从卡夫卡进行这个数据的读取 此外呢就是streaming的training和evaluation 这里的streaming的training和evaluation 它其实是比较有特点的 它不像这个offline training一样 offline training通常是我们有一天的 或者几天的样本 或者十几天的样本 那我们起一个规模性的一个任务 分布式任务进行训练或者预测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把 前九天的数据呢 当成这个训练集 后面某一天的数据都当成这个评估集 那在这里呢online training过程中呢 其实你是没有下一个时间的一个 数据的 这个时候你就是 它的evaluation 其实是一个streaming的evaluation 它需要将这个 实时到来的这个样本进行一个切分 一部分做training一部分做evaluation 这样做 这里呢其实就是 并且这个由于online training本身 它是一直在train 所以说它可能跟offline training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其实它并不需要特别大的这个规模 因为你这个可能一天24小时啊 可能一直在做online training 这个online training一直在这个任务 所以它相当于把这个原效offline training的这个量 就平均到了这个etn里面 所以并且呢online training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播风播谷 对于资源的需求 所以在online training的时候 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对资源的需求 在比如说低谷期 它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资源来去做训练 但是在一个高峰期的话 它需要弹性到一个相对高的一个资源使用量 此外第三点就是这个sample replay 那这个sample replay指的是说 当我这个模型产生了一个 这个模型当前的效果不好上线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 这个时候啊其实通常 有可能是比如说我这个样本 是有些有片的样本 或者坏样本 对模型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跳过这些 有问题的样本 因为online training的过程中啊 它是需要一个 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啊 它会需要一个业务场景下的一个 频率的一个上限 模型的上限 比如说 对于这个时效性要求很高的场景 比如像新人类啊 短视频 通常可能是秒级别的一个模型上限 那这个秒级别的模型上限的时候 那当我发现这个上限的这个模型的效果不好的时候 那就需要有一种回退的机制 把这个有问题的样本进行剔除掉 对于一些时效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 可能是分钟级别啊 或者十分钟级别的一个模型的更新的上限 那这里呢 前面我也提到就是搜索推运广告的这类的模型呢 都非常大 可能有些TB级别或者10TB级别的模型 那这些模型 如何能做到分钟级别或者秒级别的模型上限呢 这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就是说这个 Derta的一个chap point 那Derta的chap point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模型本身这个生成的过程中 那事实上我们这生成的是一个增量的模型 生成的一个变化的部分 因为在搜索推网这种吸收模型里边啊 它的99%甚至更多都是这个embedding 但是实际上在一轮或者是这个 一段时间的那个训练过程中 那你其实Touch到的那些embedding的这些特征 只是在这个embedding表里面很少的一部分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你的变化的部分是非常少的 那吸收模型里边 它的稠密的这些dense的参数呢 本身又非常小 总量的话可能是照级别就够了 一般 所以说这种吸收的部分加稠密的 就是变化的吸收的部分 加上稠密的部分 产生的这种Derta的chap point 就让这种高频的这种模型产生 模型上限成为可能 因此这个通常的话 比如说我积累五分钟 那它的Derta的chap point 可能对于一个TB级别的模型 它的Derta的chap point 可能只有兆级别或是10兆级别的大小 所以它是很快的能达到一个快速上限的一个需要的 并且在快速上限的方式上 比如可以通过文件系统 那如果更快的话 可能通过卡夫卡 然后直接将这个变化的这个Derta的一个 这些参数 传递给这个在线 直接传递给在线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整个sample replay的一个过程 那sample replay其实是需要这个像模型center model center这个来进行管理的 也就是感知到 Sorin这边 如果出现这个效果的一个下降的话 那需要人为的介入 然后去在这个online training的过程中 再跳回到之前的上一个版本 没有问题的版本 并且剔除掉中间出现问题的这段数据 那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online training它不可能就是中断下来 因为出现问题 我们就中断下来 不去训后面的数据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是需要跳回到正常的一个上一个chap point 并且呢 跳过出现问题的这段数据 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 对于 从无论是从这个 从这个对于卡夫卡的这个 存的存放的这些样本的这个时间点 以及模型本身的一个时间点 是有一个比较准 那个精确的一个把控的 那这些信息 原信息呢 都是需要存到这个model center这边的 这个dirt-chap point呢 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就是把变化的部分 变化的这些 吸收这些吸收特征中 spars的这些特征中的变化部分 以及这些凳次的参数 生成到生成成这个dirt-chap point 那这个dirt-chap point 通常非常小 特别是你这个 这个dirt-chap point 生成的频率越高 那你其实变化部分是越小的 所以说它对于这个online的这种 deep learning 就是快速的上限的这种需求 其实就会能很好的满足 OK 像offline training这边呢 其实比较关键的点 包括这个 像超大规模的分布式训练 然后包括刚刚也提到了 就online和offline training的一个calibration 那online和offline training calibration刚刚也提到 其实就是刚刚出现的 这种online training的时候 它存在的一些问题 然后如何用offline training 每天级别的进行 就是说将base模型进行重建 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 多级的混合身处 这个的话可能我下面就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offline training calibration的过程 其实就是每天产生一个 全量模型之后 也就是base模型 那online training这边 会基于这个base模型 继续训练 这个继续训练 指的是online training这边 会抛弃之前的自己的 这个训练的这些增量 或者derta的这些chap want 那它会以这个新的base模型 以及新base模型 其实的那个训练的终止的这个样本的时间点 开始进行online training 这里边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时间 也就是说会以这个offline training的一个结束的 这个最晚的一个样本的时间 以及这个online这边开始 其实要对齐这些时间 这个时间的管理其实也是需要经过这个model center 进行一些管理的 那这个embedding store呢 其实是这个最关键的里边 就是这个多级的这种embedding存储 那刚刚也提到 就是在吸收模型中 也收推广这些大模型里边 它比如说10TB级别的大模型 那它99%都是这个embedding的这些wable 那embeddingwable其实本身的底层存储的方式呢 其实通常都是以这种hash table的方式来存储 并且这些embedding这些wable里边的各个特征 每个特征其实本身是有明显的冷热区分的 这里的冷热区分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短视频里边 常见的有些视频特别热 那它其实它的对于这个访问 无论是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访问 还是样本里出现的次数都会更多 那再比如说 比如说 某个商品可能买的人就很多 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很热 有些人平时经常逛一些 这个购物网站 那自然而然这些人 是在这个热的那些特征中 那对于某些人可能注册一个软件 从来不用 它可能就是非常冷 包括有些人上传一些视频 没什么人看 那可能在这个整个样本里面出现 频率就会非常 次数也非常低 如果说我们 不进行这个像多极桶次数这些功能 我们等价的去看待的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大部分的这些特征 实际上都是一些 如果都存在DRAM里面 其实是非常浪费的 并且这些特征是 我们经过这个很基础的一些分析 其实是发现 这些特征是有明显的 像符合80 20原则的 就是20%的热特征 那80%都是冷的 也就是说 80%其实这些特征 没必要存在这个 跟这些热特征存在一起 存在一起就特别浪费 并且呢 其实在这个模型训练 或者模型预测过程中 像10TB级别的模型 你想通过单机来训练起来 想放到DRAM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如何去 比如说想在单机里面 训练一个超大的模型 或者说你在单机里面去 做Surring Surring一个超大模型 这种情况下呢 就自然而然就需要这种 多极的这种50来支持 那在我们提供 在DEPRAP里面提供的 这个多极 Embeddy呢 它其实是分为 这个四个级别 包括像GPU上的HBM DRAM PM 还SSD 那基于这种多极呢 它是可以能达到很好的 一个是在这个性能上 能保证很好的一个性能 的同时 那也扩大了本身 你这个 在超大模型上 你能够做单机的训练 单机的预测 同时对于普通的大小的模型 比如说原先 我这个模型只有100G 那我其实是可以把热的 比如说20% 那就是20G的这个热的特征 存在这个DRAM里面 那冷的特征放在SSD里 其实这个呢 在我们一些 呃 领域上的一些业务上 呃 其实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 可以用户呢 呃 非常大的节省了这个成本 呃 在Serving阶段呢 其实 包含几个点 一个就是呃 模型的更新 这里的模型更新 跟前面的training产生的 无论是增量模型 还是传量模型 呃 有一个 有一个对接 呃 此外就是分布式的Serving 以及多极存储的这种 Embedding的Serving 呃 刚刚其实多极存储 这个多极Embedding 啊 其实也提到了 那模型更新呢 主要针对的是这个 像全量模型更新 是比较成熟的 那在这个 Deprack中提供的这种 针对ODL场景啊 提供的这种增量的模型更新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呃 是将变化的这些 SpaS特征 以及全量的Dence特征 产生的这个增量的 tiphone中 然后呢 想通过MessageQ 传到这个Serving端 那Serving端呢 会将这个SpaS特征和Dence特征 区分的去load 其中SpaS特征 一定是以Append的方式呢 去load到Embedding Dence到中 然后Dence特征是全量的更新到这个 模型上 从这个图上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增量模型呢 它是一个 呃 它的SpaS的这些 这个吸收的这些特征呢 Embedding特征呢 其实是 呃 增量的去更新到这个 呃 Serving上来的 Serving节点上来的 OK 那我今天的这个 呃 简单的去分享了一下 就是Deprack中和这个 整个ODL的 呃 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 然后呢 呃 我们Deprack呢 其实已经在这个 呃 Github上已经开源 呃 并且呢 呃 其实Deprack和这个 很多这个 已有的像这个 AiFlow 啊 呃 有非常多的交互 然后包括像 呃 Gothlink也是有完整的 这个 呃 OdiL的一个方案 啊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 呃 多多参与 然后关 多多关注我们项目 非常欢迎大家 能够参与到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 开发上来 啊 呃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去 呃 把这个 搜索推卷广告 这个领域中 啊 构建这种 online的 Deep learning 呃 整个方案 啊 一起来去 参与进来 啊 好 那我今天的 就到这些 这里 谢谢大家 啊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